來到台南 當然各式美食少不了 尤其有熟人帶路 吃的美食更不是一般般喔 是不是沒有騙你 好脆喔 它那個魷魚咬下去是脆的 然後QQ的感覺 然後上面那一層空空的蛋啊 柔柔軟軟的 所以那個魷魚 是不是很搭啊 日據時代的五層樓百貨 搭電梯逛最Fashion 那過去的那個控制盤呢 它裡面是有電梯小姐在服務的 電梯小姐在裡面呢 她知道哪個樓層亮了 她就去控制 上下控制 讓那個電梯到要達成這個樓層 國際級的苦意表演 就隱身在這座老堂場裡